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教大家如何在iPhone上面换LINE的铃声 记得我们好久以前也有做过一部LINE换铃声的影片 不过过了那么久其实LINE是有改版的 现在换铃声是变得更简单了 那我们今天叫的换铃声是每一个LINE的联络人都会有不一样的铃声 所以你就可以一叫这个铃声来辨识是谁打来的 那第二个要注意的点就是今天我们换完的铃声会是你iPhone里面现有的铃声 那如果你想要自制的铃声就是换成任何的铃声的话 可以先去看我另外一部影片教你如何制作iPhone的客制化铃声 好那现在废话不多说我们马上来看一下如何换你的LINE铃声 真的非常的简单 首先我们打开你的LINE 打开来之后我们按一下右下角的这个主页 然后我们按一下右上角的这个设定的齿轮 接着我们往下滑去找到有一个选项叫做通话 就是这个点进去 然后我们要确认两个东西 就是中间大家看到有整合iPhone通话功能 跟整合制iPhone通话记录这两个选项要打开 那接下来我们要打开iPhone自己本身的通话记录 就是大家现在看到荧幕上面的这个电话 我们点进去你就会看到你所有的通话记录对不对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你想要设定的那个联络人的通话记录 然后要特别注意这个通话记录的下方要有灰色的LINE语音的标示 那找到你要联络人之后我们按一下右边这个蓝色的i按键 点进去 那接着我们要把这个档案加到我们的联络人了 然后我这边是推荐你新增联络人 就算你手机里面原本就已经有这个人的普通手机号码 我建议也是新增联络人 就是按这个新增联络人 然后我是蛮推荐你可以在这个人的名字右边加一个LINE 才知道说这个是LINE的档案这样子 不然有时候你可能点错就找不到他的电话号码 那这个画面大家可以帮他新增一些资料 那不新增也没有关系 但是重点就是大家有没有看到下面有一个铃声的栏位呢 这边预设值我们点进去 这边你就可以把它设定成你自己的铃声 包括我们在iPhone自制铃声那部影片里面做的铃声都是可以使用的 所以这边我们就帮他随便先设定一个铃声 比如说这个可爱铃声好了 然后接着按一下右上角完成 好设定完铃声之后呢 我们按一下右上角的完成 好然后呢现在我们来测试一下哦 所以这样子就设定完成了 有没有比之前还要简单非常多呢 而且现在呢你要去修改铃声或是删除铃声都非常的方便 因为上一部影片呢其实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就是我发现有很多人都删不掉那个铃声 那现在这版的LINE呢是可以正常的去修改 或者删除是没有问题的 那如果你要修改或删除的话呢 你一定要进到通话记录之后呢 按一下那个联络人右边的这个蓝色的i 然后接着你往下滑呢 你就会看到这边有一个更新联络人 有没有 点进去 然后呢下面铃声你就可以去修改了 那如果你今天想要删除这个LINE的联络人档案的话呢 你就点一下中间的这个联络人 然后我们输入它的名字之后呢 我们点进去 接着按一下右上角的编辑 那么滑到最下面呢 就会有一个删除联络人的这个按钮 点下去呢就可以删除它在你手机里面的联络人档案了 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换LINE铃声的教学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呢 那如果大家还有想要学怎样的iPhone教学的话呢 也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 另外呢如果你觉得这部影片还不错的话呢 记得帮我按个赞订阅还有开启小叮当 才不会错过下一部影片哦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